中共宗教事務管理局在星期四稱 已經對中共佛教協會會長施學成的性醜聞 啟動調查 舉報人也表示 已經遞交更多的新證據 而這樣一名和尚是怎樣成為 中共佛教協會會長的 也引發外界的關注 8月2號 對中共佛教協會會長 北京龍泉寺住持施學成被舉報一事 中共國家宗教事務局表示已收到了舉報材料 並一開始調查核實工作 舉報市學成的是兩名龍泉寺的前都監 市賢家和市賢企 他們都擁有清華大學博士學位 聯手撰寫了長達95頁的檢舉文件 舉證包括市學成發給多名出家女弟子的 性脅迫短信、性侵女弟子 導致女弟子發瘋的短信和微信 以及市學成騙捐的財務信息等 舉報文件8月1號在網絡曝光後 引發極大關注 但迅速被刪除 51歲的市學成當晚也在微博聲明 否認所有指控 市學成的頭銜 還有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北京市政協常務委員 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 他幾乎是至今被爆出 MeToo醜聞的中共官員中 等級最高的一位 而事前起 週四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他們堅持舉報言論 他說 我們已經遞交了更多證據 現在將等待政府的調查結果 在給CNN的聲明中 事前起說 住持博學的形象在我腦海裡轟然倒塌 留下的只是巨大的恐懼 她是個穿著僧袍的邪魔 而舉報文件中 也把市學成稱為邪師 分析她如何借用邪教手法精神控制女信眾 並建議建立傳統宗教的邪教化研究機構等 你現在看出來了 連佛教的這個圈子 而且是中國佛教協會會長 所謂它的最高端的和尚 也不夠如此 你到底是不是出家人呢 這標準的黨國的官員的做派啊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而市學成如何成為中國最高端的和尚 也引發關注 市學成1982年在福建莆田廣化寺出家 黨媒《中國新聞週刊》去年5月報導 市學成在北京法源寺學習期間 得到時任佛教協會會長趙普出的賞識 1988年 廣化寺方丈毅然法師退居 趙普出力排眾議 使得年紀23歲的市學成出任 漢傳佛教寺院中年紀最輕的名次方丈 趙普出早期就是中共地下黨員 他為市學成的年輕辯護說 抗戰時 我們一些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就當了司令員 1990年在佛教協會負責人會議上 以及1992年在白馬寺 趙普出都大讚市學成 之後市學成在1995年 當上了福建福學院院長 1998年任福建省第八屆政協常委 福建佛教協會會長 市學成繼承了趙普出所謂的人間佛教的理論 推動佛教積極參與社會緊跟政策熱點 1999年中共開始迫害信仰真善忍的 修佛法門法輪功後 他也和趙普出一樣緊跟當局 在佛教界和媒體上污蔑法輪功 趙普出2000年去世 而緊跟中共政策的市學成 在2001年成為全國政協增補委員 2002年成為中共佛教協會副會長 在政教兩條路上一帆風順至今 市學成本人深度參與國事 將佛教與政事緊密捆綁 在談話中會自然提及建設小康社會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意識形態詞語 還出了一本書《談佛教在一帶一路》中的作用 從中共建政以來如實道以及所有的宗教 都會變成了在中共領導下的 給他們來讚歌 因為4月受宗教局來領導 那宗教局就是中共體制下面的一個 中國宗教的一個鐵牙門 所以我們看到像這樣的敗類 進入到宗教之後引領中國人的精神意識 這樣緊跟當局的最高端和尚 能否得到公正調查 8月2號有匿名舉報者投稿海外中文媒體 質疑調查結果是不是市學成 和相關部門早就商量好了 並表示還有實名視頻和電話錄音 以及更多內幕沒有公布